一般看畫是高度,要近三倍 近三倍看,你就能看到效果 看到氣氛和深度 太近也不行,太遠也不行 三倍左右,你就能看到那幅畫的效果如何 三倍? 一般就是 你看這張,它是有距離的那種深度 那種深度還帶著一些空間的氣氛 很多人畫畫就畫不到那個空間的氣氛 譬如說,很簡單一個例子 你這張和這張看著 這張呢,那個空間,那個空氣裏面 這個是清新一些的 是 是 這個是沒有那麼清新的空氣 為什麼呢? 不是,是那個地方 地方 這個呢,樹木也有寶坡的 嗯 是吧? 是 但是那個很多樹木都嘛 是吧? 是吧? 那就是清新一些 但是你畫不畫得出來 就是巧妙在這裏 哦 那你自己比較是知道的 是吧? 那除了這樣呢 你就要做到那個光的反射 你看到光的反射 這張光的反射 那它反射得來呢 還要看到 如果你是地質學家呢 你就看到它那個 然後我雖然我不是地質學家 哦 那條線 你就知道這裏以前應該是 是一個海底來的 一直往上去 嗯 甚至是往上去 那個期間可能呢 它是經過一些海洋衝 衝過的 雖然它現在這裏是幾千米 嗯 但是它以前應該是這樣往上去 嗯 所以你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叫做年輪 樹就叫年輪 是 不知道叫什麽 那些一層層那麽上去 那麽 那麽除了這樣呢 你還可以 留意到它 因爲它本身呢 就 沒有什麽樹木的 那麽即年累月呢 那麽下雨呢 就沖激了 有一些這樣的痕 那麽 這些是一些雨水沖濕的 嗯 那麽這些是在自然而漲 嗯 那麽這些地質都不同了 嗯 這個地質呢 雖然我都說我不是地質學家 他們畫畫到有經驗 嗯 這些來說呢 沒有什麽淹性 嗯 它的地質沒有什麽淹性 嗯 這些泥土 嗯 所以它是很容易呢 射下來的 射下來 如果它沒有這些樹呢 已經一早呢 這裏平了它 它是幸運有樹的 那麽現在你看到它都是 都是瀉的 那些泥土不是很穩的 反而這些泥土呢 就有些黏性 就很可惜它沒有樹 沒有樹呢 如果它有雨水呢 它就激成這樣了 那麽就是很幸運呢 它沒有什麼雨水 那麽為什麽會說這裏是 你看它那個光嘛 就從那個光來看 那麽它這裏呢 要被人感覺是這樣 深入去嘛 那麽就變成那裏是焦點 嗯 很明顯看到焦點 那麽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這些藝術呢就是 有些所謂的龍點精 去襯托它 在哪裏呢 就是這條藍色的帶 哦 明白明白 那它托迷那天 整個山托起 有一個呼應嘛 有一個呼應嘛 但是這個藍色呢 就重的 因為它這裏是暗面 是啊 所以就重一點 哦 那它是什麽呢 那如果你想到沒有這條藍色帶呢 就沒有那麼好看 藝術就差一點就是差一點 多謝江先生 是嗎 是嗎